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 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下 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丽雅你好 你好 丽雅 丽雅 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一时 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 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 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 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 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 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 中国不会在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 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 而是会另起炉灶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方案 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 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 就是说川普这么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 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 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 我们知道今年1月份呢 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 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一个一个裁决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 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 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 所以从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 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美中这件事会爆发这个贸易战 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 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 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 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 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 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 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 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 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 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 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 副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 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提 不令人意外的是 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 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会带来新的挑战 有时候是摩擦 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 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冲突 他去讲就是说实际上美中关系 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 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 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 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 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 当然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 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 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 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来 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 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 鼓励美台高层护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 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 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 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 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 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 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 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 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 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 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 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力国防部长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本来在国会有很多的朋友 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率的锐益增加 尤其是他这种锐益强势的一些做法 那么在美国国会呢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 更加主张就是要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 这种呼声式日益的强烈 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刚你提到 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 如果最终获得了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 参议院也通过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 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 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欣就发出了 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 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 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实际上是像中国方面 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 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就是 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要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 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 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 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读书的问题 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 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 中国大陆 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 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 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 对谁都不利 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 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 因为我们这样他实际上是在 民主党政府里面认知过很多年的 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 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 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 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 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 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些 一个动作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 非常外常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 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而且我就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 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 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 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 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 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 谢谢丽雅 今天做个演播是带给我们的分析 今天做个演播是带给我们的分析 的